十天去世两个七十岁独居老人,巴西上海同乡会伴后世盲帆,呼吁老人,行友相互询问,及时救助。 继上海侨胞冯文天刚火化不到一个星期,另一位旅居圣保罗的上海侨胞李宝荣,于12月27日去世家中,李宝荣25日刚参加过侨团农场郊游,享用了圣诞午餐,两天后在家中突发心肌梗塞,未能及时送医而不治。 李宝荣火化告别仪式,定于12月30日举行,巴西上海同乡会,为两位侨胞接连去世办理后世,忙得不可开交。 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独居,平时少与亲友往来和联系,两位刚过七十的老人,都是死于突发心肌梗塞,如果有人在策,及时送医救治,完全可以挽回生命。 但他们都因发病时无人帮助,当发现时已无生命体征,其中冯文天,是在去世后两天才被发现。 巴西上海同乡会欲请大家,应接受教训,独居老人一定要找好一个或几个亲近的朋友,每天相互保持联系,一感到身体不适,就通报求助。 现在医疗发达,巴西公废医疗,叫救护车和送医抢救全部免费,请大家利用这一条件,保重自己宝贵的生命。 上海同乡会日前已完成冯文天火化仪式,但清理他三十多年留下来的大量遗物,工作量非常之大。 郑晓云会长表示,将全力协助完成清理工作。 有很多书籍,书籍打算送到监狱里面,对吧,可能是监狱,还有一些专业的书呢,是对口的,以后再赠送,对不对啊,那这样的话,对死者有个好的交代。 因为冯先生的生前,他其实一生都是为别人在做事情,我们希望把他这个精神传递下去。 喜欢我的视频,请别忘记订阅我,谢谢您。